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希太太 今天我們來到了韓國超市 耶 特別開心 因為太太要帶我來買零食 是不是 韓國超市很厲害 就是各國零食都有 不只是韓國自己的 日本的也有 台灣的也有 亞洲的各種零食都有 大家不要看她現在講那麼開心 其實我們家是零食沙漠 我們家平常不備零食的 太太不吃零食 我很喜歡吃 可是可是我不能吃 不能多吃 但這次我們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後我們被分配到的任務 就是要帶零食去 很好的理由 光明正大 買所有好吃的零食給大家吃 然後還有去買火鍋 山上吃火鍋也是很開心的事情 耶 走 好多推車啊 非常不錯 這個這個這個 Choco Boy 對 大推哦 對 你選兩個我選兩個 這我好像有看過 看起來很好吃 而且還可以微波加熱 哦對啊 或是炮火鍋 炮火鍋 炮火鍋 這看起來就是泡芙啊 對啊 但是寫韓文 對 這次有一隻烏龜的很有名 Choco Chips 大人吃辣的 小朋友可以吃海苔的 這麼貼心 這個也很有名 薯條 好我們韓國的這邊買完了 現在來逛日本的 你看正版的Pokey 我決定用Pokey 來對決韓國的Pepelo 一櫃是不是感覺是新加坡的 對 然後 ERWINS 我們上次在那個Costco有看到嗎 對 螃蟹 好啦 就這樣 OK 這是麻辣火鍋耶 麻辣火鍋 哇 誒 割一個 好 然後身為花生控的我 發現好多 你看這個是魚皮花生 香港南乳花生 藤椒花生 怎麼辦 我想要送路的 你選一個 可以來到幾隻 好 精油味 對啊 就什麼都有啊 哇 狗狗也有耶 你猜我們買多少錢 500 500 300多塊 這看起來比Costco划算耶 星宇購物袋 順利完成錄影的工作 你最迫不及待的是什麼 香菜 好 那我們就 就先開香菜吧 我很喜歡吃香菜 但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產品 然後看到的時候非常驚訝 裡面真的有香菜 香菜味很濃 太太不排斥香菜 我很愛香菜 很好吃 香菜味滿滿 它也有麻辣口味的 你覺得你受了嗎 你不愛吃辣 可是你喜歡吃麻辣鍋 對 甜的 不辣 甜不辣 這個應該大家比較熟悉 Salmon Skin 魚皮 來自新加坡 但後勁都是搶的 剛開始吃的時候 完全不辣 但是也是有一個後勁 還蠻好吃的 很順利 好香 這一包就厲害了 這個沒有吃過 這個就很神奇 你看這是什麼 它有各種火鍋料 把它炸成魚皮的那個模樣 裡面有各種形狀的 對 你看你要抽哪一個 我想吃香菇 這個味道聞起來就辣 這好嗆喔 這是目前辣度最高 對我不行 很需要喝水 香菇的香味 還不錯 我會喜歡吃香菇的 但是可以不要那麼辣 就一直喝水 真的很像麻辣燙 對 還蠻好吃的 乾的麻辣燙 對 但真的很辣 接下來兩包 都是辣的 一個是BB狗出的 海苔片 完全不辣 還有一點甜甜的 真的 但我覺得它麵粉多過海苔 它還有一個 就是它是脆皮加上海苔在上面嘛 所以比較像餅乾 KIM NORI KIM NORI NORI就是海苔不是嗎 對 日文的海苔 這個畫一隻熊貓然後 眼睛發火 噴火 哇 這看起來好辣喔 哇 這個紙都是紅的 對啊 哇 你看 好扯 每一片都有 我用光看的 我都覺得超辣 這超辣 這很厲害 這個好 繼續把它所有辣紙都倒出來 這會燈火 真的 厚勁十足 它會在你舌頭留很久 哇 好恐怖喔 這好吃 這好吃 真的 真的拉會一直讚 蝦餅 韓國蝦味仙嗎 對 但是它其實是 蝦味仙是條狀的嘛 然後它是片狀的 OK 但就好奇一下它到底什麼口味 它比較像蝦餅 就不是蝦味仙 蝦麵煎比較卡滋卡滋 然後它是鬆鬆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名的那個小烏龜 這個是海苔口味的 這是韓國的嗎 對 韓國 OK 好 很好吃耶 我非常喜歡 超好吃耶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吃海苔 然後我覺得它外面脆脆的 但是裡面有一點 口感不一樣的鬆軟 卡滋卡滋的 好吃 這個超好吃 目前為止是我的第一名 喔真的 巧克力小烏龜 能不能勝過海苔小烏龜呢 請 哇 它顏色好可愛喔 巧克力口味的 好吃 嗯 就是你可以吃到巧克力的香味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口感 對 它那個 又酥又脆 然後又很多層 對 它只有四層 好吃好吃 這不錯 海苔算鹹的 然後就算甜的 這兩個大推 喔真的嗎 嗯 好 單品都吃完了 單品都吃完了 就是 要對決 零食對決啦 對 我非常期待兩個系列 一個是泡芙 一個是乖乖 OK 那你要先吃哪一個 還是最後吃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對決 日本跟韓國的Pokey 日韓對決 韓國的Pokey叫做Pepelo 這個右邊是我們最早以前就看過的 日本的Pokey 嗯 我們今天選了兩種口味 這個是Pokey是巧克力 然後這個是杏仁 然後Pepelo出的是 這是巧克力 這個是花生 那我們先從巧克力開始囉 好 好 先吃巧克力的 你看他包裝是這樣子的 啊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包裝Pokey勝 巧克力非常香濃 來 交換 個人我是花生孔 所以我對花生孔比較要求一點 好 這個 還好 但口感是不錯的 就是你可以咬到很多 可果 我投票的話 Pokey 我也覺得這個 這個巧克力香味超好吃的 好 下一個 杏仁對決 哇 他很胖耶 對 超胖的 完全就是便宜大碗的路線 嗯 Pepelo的餅乾味比較濃 當你一咬下去之後 那餅乾 出出的餅乾 立刻就散開來 那個麵粉香 他的巧克力反而沒有那麼搶戲 但是Pokey的話 你就會立刻感受到那個巧克力的那個香味 但我還是投給Pokey 我也是投給Pokey 我最期待的主條片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這個是韓國空心薯條 然後這個是日本薯條 Kelby 對 然後 更特別的是呢 他竟然有一個 這是韓國跟日本版 這個 卡迪娜 我自己沒有吃過耶 就是在台灣我也沒吃過 所以我非常期待一個是松入口味 一個是白海道起司 而且為什麼是95度C 我看一下他旁邊寫什麼 好 剪開 還教你加熱 哇 聽起來很厲害 好好好 一定要加熱嗎 更好吃 對 我們吃一包沒有加熱的 好 那你要先來一個 微波最後好了 那我們先吃韓國 韓國的 番茄醬 很忽啊 下一位 日本 Double Cheese 哇 我一想到我就覺得很期待 它是圓柱狀的耶 這麼小根 全部吃完之後 咀嚐完之後才有起司出來的味道 但是大家之前都沒有味道 而且這個口感 有點太硬 倒後來有點黏牙 我超喜歡耶 我覺得很像薯條耶 薯條 就是它那個味道很像薯條 就像薯條架的起司 然後那個 crunchy的那個 咔嚓的 那個口感 我很喜歡 我覺得很好吃 好 OK 下一位 欸 這誰開的 被偷吃 這你吃過了 不是我 是小朋友偷吃的 完全長得像薯條的樣子 就是薯條 完全符合我預期的這種 薯條餅乾 但我沒有特別愛 就是 真的感覺很像在吃薯條 但是是硬版的 不喜歡起司多一點 兩個 一個是北海道起司 一個是松露口味 先開哪一個呢 我們先開 一起開 一邊開一個 好 那也是薯條的樣子 這調味很棒 這很香 完全抓住台灣人的口味 我想 松露也超好吃的 真的喔 嗯 這個沒有剛剛那個硬 這個比較正常一點 這兩個我選北海道起司 起司跟松露的味道都很香 很好吃 加熱的感覺怎麼樣 很好吃 加熱過就是 仿佛正在吃 剛上桌的薯條 鮮泡芙 看到它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形狀非常像泡芙 就決定買來試試看 而且我們就還特地 其實是去華人超市 再找到薯美泡芙來對決了 這就差很多了 薯美小泡芙是非常立體的 對 然後它就是鬆軟型的 好軟 這外面卡滋卡滋的感覺差蠻多的 但是有一半 韓國這個出給薯美小泡芙的原因是 它的那個 內餡 這比較少 你吃下去 你可以感受到 因為如果內餡比例太少的話 你就覺得好像是吃到麵粉 那這個薯美小泡芙 除了層次之外 還有那個 滿滿的內餡 對 接下來這個 這一看那個時候就想說 這該不會是乖乖吧 所以我們也去買的乖乖來對決 看一下樣子 很大一顆 就是 你看起來質地啊什麼的有點像 但是那個大小差的有點多 對 好我們先吃韓國的 香蕉味 這是乖乖啊 但我覺得好像 我記憶中乖乖再更脆一點 是嗎 嗯 看你記憶的對不對 乖乖那個 味道跟甜味上來比較快 嗯 它要咀嚼久一點 都很好吃 這個這個真的不錯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但我還是喜歡這個 我比較喜歡這個脆脆的口感 哦 對對對 這個這個 這個呢 也是看到的時候非常驚豔 裡面包了很多東西 這個要60秒 700瓦60秒 來吃魚囉 好 現在都是要微波 然後 然後 讓口感不一樣 我覺得蠻特別的 哇 好特別 很多果子 和果 有年糕 軟軟的那個口感 還不錯啊 對 還蠻特別的 它外面就像是 鯛魚燒 鯛魚燒裡面包很多和果類 然後比較 甜一點的 內餡 加熱微波玩那種香香的感覺 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太甜 那我看起來你今天喜歡的東西很多 對 太多了 不會回購的好了 不會回購的 不會回購的是這個韓國泡芙 我覺得 義美小泡芙實在強太多了 真的可以不用吃這個 那你選一個 你最喜歡吃的韓國的 跟最喜歡吃的日本的 日本不用說我一定選Pokey 哦 OK 雖然它的薯條也很好吃 可是日本Pokey就是真的很讚 而且它很用心在它包裝設計上 我覺得這一定要加分 韓國的話我真的要大推這兩個 覺得超級好吃 小烏龜啊 對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韓國超市零嘴大對決 歡迎大家趕快推薦其他好吃的零食 或者是我們網路上可以從台灣或其他國家 馬來西亞新加坡買到更多的零食 通通跟我們說我通通把它吃掉 還是大家有去韓國超市會買些什麼東西呢 也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下次去的話也可以做一個什麼 泡麵系列啊 乾麵系列啊 什麼的 好的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哦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中文字幕 للions терtit了 487 小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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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小鈴鐺 小鈴鐺